白色轿车左前保险感损坏脱落 而对象黑车超过一半的车身 都跨越双黄线迎面撞来 对象黑车的车头凹陷变形 甚至在地面上还有一小片的车壳碎片 两辆车就卡在新北市三重的 中山立体停车场中 当时这名男子正要将共享汽车 停回停车场 不过就在这个坡道弯处 疑似是对象的汽车超越双黄线 而双方发生碰撞 租了共享汽车却发生意外 当下马上报警 但是却难以厘清沼泽 担心自己必须承担营业损失 以及车损费用 也马上联系共享汽车的业者 由双方的保险公司协调处理 而其实如果消费者担心 类似事件发生 在租车之前 可以选择每小时30元的安心服务 也就是在发生事故当时 不用付车损自付额最高1万元 以及营业损失 对此业者也提醒发生事故 一定要先报警 取得事故连单 而赵泽需要由警方或是专业人员来判断 共享车辆的业者虽然要求使用者先赔偿 但是仍然是要回归责任的归属 如果使用者没有过失 应该向业者来据实告知 让业者来向赵氏的第三人来求偿 即便没有安心服务 律师认为如果真的没有赵泽 就不应该承担赔偿 毕竟谁都不希望发生事故 如果没有赵泽却需要认赔 势必会让消费者难以接受 TVBS和李亚南仲宣新北市采访报导